我們今天開始來想我們的課程 其實初級版的課程都一樣 國級版的課程都一樣 所以我的初級到國級是分開的 實現不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有聽過 有的人因為一節課兩點鐘 不是從頭到尾都記得起來 因為我們這有錄影 回去不時聽就有一些觀念都會建立起來 久等以來兩千十三年吧 兩千十三年開始到前就是我的課程 同樣這個主題有不同的內容 不同的觀念在裡面 所以要吸收更加完整的就是對本頭聽 因為課程的內容會因為現在時間的轉變 一些時代不一樣的消息會有變形 所以慢慢有一些觀念可以在那裡學到 我就沒聽說了 好 我們在說 該讀就是該輸送的讀 主要是在針對這個東西 因為 我們常常在說 喔 台灣人都不會擱拳 台灣人都 都這樣傻傻 都 讓人買去 還在幫人玩錢 其實我發覺說 台灣人要擱拳 為什麼人說台灣人要擱拳 是因為很多人 硬盲 其他人說 各親後 要獨立 要建國 因為現在的狀態 我們感受就是 一種 讓人去府 出國 沒有尊嚴 我們沒有國際 我們拿出去的護照 都沒有生人 還是說 我們出去那種武力 甚至我們出去 那種護照是沒有用的 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國家 我們必須要獨立 我們必須要安全 但是我們沒有去思考到一件事 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今天我們去台灣人 會有剛才這種困境 為什麼台灣人 有一點點 還是說一些人 想要改變 想要突破 但是多數的人 沒有感覺 沒有反應 我們特別是 就是要改這個蘇生的黨 因為 台灣現在 已經 克里米亞化 什麼叫克里米亞化 因為克里米亞是 烏克蘭的一省 烏克蘭這個國家的一省 現在 這禮拜的新聞 俄羅斯跟烏克蘭 總共要打起來了 烏克蘭前幾年 有做一個公道 公道 公道獨立 他的公道 就是他裡面有 百分之四十幾 五十幾的俄羅斯人 有一部分是達旦人 一部分是在地的人 他們 他們 決定要獨立這件事 受到俄羅斯的一些軍事武力 在旁邊 枯住的 所以 他的公道出來說 要倒閉這件事 在歐洲來說說 這個不算閉就對了 我們今天剛才的問題是這樣 我們台灣 有本土的 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 符合摩殺人 我用符合摩殺 比較好 区別 符合摩殺人 就是我們 過去 這個 日本時代佛祭典本 有紀錠的 有定期的 你在那個時候出事的 你在這裡已經有佛祭典 這些人 以及這些人的後代 都熟在 我們說大日本 台灣的 符合摩殺人 除了這以外 他就四九年 來台灣 進來台灣 這些外國人 我們稱為中國難民的這個人 跟我們是不一樣的身分別 在國籍的上頭來說 是不一樣的身分別 這兩種人 不一樣的身分 我們要公道 都不出來了 第二 兩種不一樣的身分的人 經過七十幾年 七十三年的 這個 中國國民黨的教育 跟我們的思想都比較清楚 中國人 一般人 這樣 這種才是公道 他沒辦法去表達這種 真正的 人民的意志 所以 我們說 我們克里米亞的話 就是說 我們現在共共跟克里米亞差不多了 我們想要公道 想要用公道來獨立 想要用公道來建國 但是我們奉立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當我們公道說我們要獨立的時候 當我們公道我們要統一的時候 都會射到中國 跟我們打 都會射到挑起戰爭這件事 因為當我們公道 公道對 好 獨立 請問 通過喔 我現在是加石 公道 獨立 有同意嗎 同意 通過 好獨立 請問大家 我們對哪裡獨立出來 我們的觀念是這樣嗎 我請問大家 我請問大家 中華民國的憲法 裡面 他的領土 哪有台灣 沒有 這樣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公道 那是什麼我哥 我說的是說 台灣人在這裡 要獨立 要建國 要創法會 其實都三毛爭 因為我們關於 中華民國裡面 關於那個 嫁的中華民國裡面 連五五憲章 五五憲章 五五憲章 那種東西 他也不寫 不寫就台灣人了 現在一段 大多數 大多數 我們說不寫的 這些人 是因為他的頭髮 他是中華民國國民 他是中國人 但是他是方便 精神分裂 他說 我也是台灣人 他這個台灣人 是中國台灣生的台灣 所以 對他的觀念裡面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所以在他的觀念裡面 比較有五憲人 這樣了解齁 因為我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所以你們為別的省 不是台灣省 為別的省來到我這裡的人 叫做五憲人 所以當你的頭髮裡面 有五憲人的觀念的時候 這個觀念拿不掉的時候 表示你的頭髮已經中讀了 中什麼讀 中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的賭 這樣啦 相信什麼 國啊 喔 那講到的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我要說的就是 我今天說要解讀解讀就是 很多是意識形態放在我們裡面 我們沒有敏感到的 因為當我們說五憲人這個概念的時候 其實是把我們台灣跟中國那些 三十幾省四十幾省 反應不關於幾省 把那些省都包在一起 我們都是同一個國家叫做省 所以我們有五省的觀念的時候 表示我們的頭髮裡面是 我是中國人 你說你是台灣人 那是騙人 我們有省的觀念說我是中國人 我的國家結成中華民國 所以我是台灣省 你是多省 這樣啦 這樣了解齁 所以我才是外島 你那是內陸 你那是大陸 你那是大陸 這樣啦 我才是里島 你在裡面 我們的觀念是 這樣來的 不是真的 我們過去 在日本中國世界 我們這裡是本島人 日本本土是內地人 不是這樣 所以 我們剛才裡面 哪有中華民國 我們意識形態 會 做成我們說的 話是什麼話 我說那個話 不是什麼台語 客語 什麼英語那種 我說那個話是 用話的 語言 名字 所以 我們又叫什麼 外省 什麼 什麼 台力 因為你在說的時候 其實 是怕去 他們所幫你陷阱 那個 我們說陷阱 陷阱 陷阱還是說 那個 陷阱的 這種 宿客的範圍裡面 所以 跳出來 我上面有人 幫大家講 我怎麼跳出來 你用你的無語 啦 用你的無語 在做宿客 用你的 盡量去說 你要說客話 你要說 原住民的話 你盡量你用你的話 要說 因為當我們說中文 就是說普通話 還是說北京的話 這個時候 我們在講的這些話 其實我們說 學到這些名字 都是他們在教育 這樣 在教育 我們世上的教育 是時代 這樣把我們教 所以我們都用他們這些話 用他們這些話 就教他們這些話 的logic 用他們的邏輯 對思考 所以你就會 被他們影響 所以為什麼 說你自己的無語 因為說你自己的無語 你就會跳出來 你就會從那裡掙脫出來 當然你們會學到日語 學到英語 又越好 會快速 跟國際接軌 你如果 你如果 那個中文 你就跟中國接軌 全世界 大家 所在都有的 都有 不是大家所在 有很多國家的所在 都有新聞 你報 台灣民政府 有人說 你們 開始叫公關公司 買公國的 拍公國的 你不能想說 公關公司 公司 蘇聯的 人世的 無路容的 無效的 你不能這樣想 各國的媒體 平台 都是靠這種 公關公司 我們台灣對公關的觀念 就是說 一間公司裡面 有一個人 或是一個部門 要跟人家 都會經過 那個 我們像一間公司裡面 它有一個部門 這樣小的 我說不是 它的公司 公關公司 是一個 整間公司 都是在做公關公司 它有政治的 有商業的 有體育的 有很多不同的貪物 兩邊 會團體 還是財團 或是什麼機構 他們兩人 如果要直接 要透過第三者 公關公司 這種 東西出去 我們很努力 限制內斗 我們盡量 要跟全世界人說什麼 說我們台灣人 依照建政法 成立 台灣民政府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是因為 我們知道 我們的身份 我們站起來 我們是真的 代表台灣人 中華民國 他也說他代表台灣人 但是他不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 代表台灣 他是站在中國人民 在台灣的立場 代表台灣 所以 公道 說要證明 有沒有 記證沒有拿一個 說要把那個 奧運 改變成 用 不要用中華台北 要用台灣 台灣 這樣 過了一堆新聞 走出來有沒有 到之後 結果 那個 什麼 提委會 還是冬奧會 也有發言 說這樣有影響 什麼 反正一些新聞 你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誰說 今天誰說 我要說的是 什麼 冬奧 冬奧這件事 他們 通過 正名 這樣就突破了 就突破了一些幾棘 你也看奧運 你說 你會聽聽聽一句 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政治 有沒有 經濟歸經濟 政治歸政治 藝術歸藝術 政治歸政治 你覺得 有可能嗎 說這個都是騙自己的 政治跟經濟有沒有關係 能不能完全斷割 缺割 不可能 所有的東西都跟政治有關係 他有可能缺割 有啦 你自己處理 可以啦 所以 政治是對你 不出事 你是從經濟開始 一直到死 你要在哪裡 要怎樣 要水葬土葬 要放在哪裡 都包在裡面 政治啊 大家都說 都不要插政治 不要騙我 你不可能 沒有插政治 你如果沒有插政治 你就是讓政治插 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的觀念要打開 再來 這 我們今年也有去嘛 對不對 這怎麼會假的 這美國上會 怎麼會假的 不會假的 有人說這都沒有效 這都沒有效 來我請問 這如果沒有效 這如果沒有效 對台灣的國際地位提升 沒有效 請問三秒會比較好 有效 他怎麼會去做 說那個沒有效 你的意思是說 你有效嘛 你有一個有效的方法 你要去做啊 說這個沒有效 你要知道 我們在這裡曝光 我們跟全世界公 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在跟全世界公 台灣民政府 是台灣人民組成的 是這樣的 這種曝光的意思 這裡有很多問題 這裡的問題 是我對那個 那個 新台灣論裡面 一些 文章 一些觀念 也有一些標題 把它插出來 將來 將來沒有人 把這麼多問題 把他集合起來 做會討論 變成一本切 只有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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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麼多問題 我們如果沒有去美國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國際生人的政府 我們沒有去美國 我們不知道 我們如果 這個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如果這個政府 是有國際生人的 它有多高的管理 它有 那些 有什麼 跟它外 建高的那些國家 我們抓純是這樣 結果你現在看 有沒有 沒有 沒有耶 海地 巴拿馬 什麼 集補 什麼 納法索 什麼 有的 沒有的 你們聽不聽過的 那些國家 錢特特的浪槓 有沒有 那錢特特的浪槓 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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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錢 鄉鄉有一天真的壞到 我們有感覺了 不會有 因為 因為上頭在做的這些事情 上頭在 那個 簽一個什麼好的錢就出去了 買什麼尊責啦 買什麼有的沒有的 錢都一直出去了 錢都一直來 不可能自己在家裡嘛對不對 就八時Q起來 八時Q起來 八時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我們不覺得 你知道這邊的選舉 花的錢多錢 辦一次選舉 又加上九合一 還有那些選無人員的 一天的收費 還有 他說的那些選擇法裡面 那些說一票三十塊的 那種的 再來 印票 印選舉票的錢 有沒有 印選舉票的錢 跟這個 好選人 去做工科 去印機仔 去怕雞頭 上面 這裡所有的社會成本 算得多大 你知道嗎 那是我們 沒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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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們的票是可以 交易的你知道嗎 現在在選舉場的票是 在選情啦 選情 你的票是有價值的 那選後 你的政府 權力高出去了 你什麼價值就沒有了 我們 為什麼之前說 台灣全台灣 在發聲就是 進入一種 電共的種態 齁 齁 齁 台北 高雄 齁 拚到 公道也在拚 那是不一樣的 銀行在拚 拚到 說 有新聞出來 說 什麼 投不到 說 想要自殺 投票到想要自殺 這樣是 那個自殺人的問題 還是投票的問題 所以我說 這種選舉的文化 已經 我們說 決法台灣人的心地 已經 糟糕了 糟糕了 不糟糕了 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是過來人 我過來人 因為以前 第一 那一張 批明明 對 理政委 對 我 我 我也是 我就是一種 政治狂熱 跟隨者 就 同學 一天 騎摩托車子 這樣 沒錢 我覺得 這是台灣的希望 算到 台灣 投球 台灣就出頭天 沒中 這個 給我多出來 同學說 你是打拚 你憂鬱症 沒有就算不到 就這樣 這種 這種 我們說 情緒 一直到說 欸 阿扁也起來 也是這樣 也是接朋友 也是騎摩托車子 跟戰車子 哪有車都對你後面這樣 那種情形 到 他選到 打拚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剛才在哪補中 在打哪補 聽到打拚 我想說 啊 可能這次 還沒中了 自己安慰一下 要自我安慰一下 不要緊 這次又加油 那時候 大家 我們說同心志 這樣 結果 回去看新聞說 阿扁也中了 中了 發生什麼事 不是啦 第一次啦 發生什麼事 妳知道嗎 不是啦 阿扁第一次 對的時候 李定輝還坐在總統府 沒有 坐在那個官邸的 啊 宋初入那個人 沒有帶人去 去 去 去到那個 說 那個 李定輝 有沒有 在那補為有沒有 對啊 那 第一次啊 那補很久啊 那補 那是我現在 直接說啦 那時候 阿扁一直無想要 禁止總統府 有一個上學者 跟他講 你要趕紐約 去坐 你不只得 成立 你的資格才會成效 所以那個時候後來比較厚 當阿扁的厚厚的時候 說總統府裡面很多資料都沒了 都收掉了 都收掉了什麼意思 你找到那些資料 可以對什麼人有不利的 就都收掉了 我要說的是 我們現在在看的這個賬款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賬款 那是一個外來賬款 不然為什麼有阿扁的這個事情 再來 阿扁産掉的時候 沒有一個賬人說 他竊國 會記得嗎 你如果不記得 Google你搜尋 阿扁竊國 就有那個人出來說話了 我以前 拿著竊國 這種公法 是這種 我們說選輸不認輸 氣味 消滅的氣味 我拿著是這樣 我跟你說全台灣很多人也拿著是這樣 但是 那不是氣味 他們說的切割是什麼意思 你用法例來看 你就知道他們說的切割是什麼意思 他們這些人是外來的 這是他們的中華民國 你是日本台灣人 你才可以來我們的國家 做我們的總統 這樣了解 你利用這個制度 選到 來做我們的總統 我當然也說你搜尋 因為你是外人 為什麼在日立法的台 因為日立法 我們那個時候說日義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請世衆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的水準 跟他們的水準都不一樣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日本教育 在他們的甘中 他說我們是日本人 結果現在法例來看 我們認證是日本人 不管日本人有生人沒有生人 我們在法律上的身份 我們就是日本人 只不過因為戰爭的關係 因為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關係 因為天皇所設的台日本大國的選法 比改變的關係 因為美國是主要宣佈國的關係 所以很多東西 模糊掉了 我們找不到 我們來看 這是去年的新聞 最近說有要行嗎 說這個 為什麼他們去模擬總統撤離 一個流氓政權 以前就是從中國撤離來的 有一天要撤離離開 台灣人民 根本不是選自己的總統 不是啦 是在選白蘭英島的總統 我們在選別人家的總統 不是在選自己的總統 那是我們以為 我們情感上以為 我們在選我們的總統 事實上不是啦 我們在選一個外來體制的總統 他準備要撤離 為什麼他要撤離 為什麼共軍要斬首他 共軍為什麼不去斬首安倍 為什麼不去斬首川普 因為他沒完事 共軍為什麼要斬首這個總統 因為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 早期就是 這個冤家入宅了 這場仗一直打打打打 打到最後 國民黨繞跑來到台灣 結果呢 台灣人 笨笨的 站在他們的立場 去看中國的共產黨 人家在完結 你總 他來不是說他很可憐 他說中國共產黨很可惡啊 國民黨就這樣跟我們說 共產黨很可惡 共產黨怎樣怎樣 他也跟我們說日本很可惡 國民黨跟我們說日本很可惡啊 他跟我們說美國也很可惡啊 可是他是靠美國生存下來的 他是靠天皇 給他住在這個台灣這邊生存下來的 結果他都說他們很可惡 我們 就覺得說 對喔他們很可惡 他們很可惡啊 我們就站在他的立場 所以當中國共產黨要打壓中國國民黨的時候 國民黨就說你看啊中國打壓 中國打壓 台灣人的那種 憐憫之心就會覺得說 對喔 他打壓我們 我們應該同仇敵愷啦 騙人的啦 同仇敵愷 有的人輸藥力的時候就說 欸我們台灣人呢 等你在返五星期的時候說 死台灣人 我們是純種的中國人 我們是純種的中國人 大家分得清楚嗎 說到六四的時候 喔 那個 革命 革命軍 當年的六四 那些大學生 非常好 就是要爭取中國的自由 我們要紀念他們 跟有人說撕裂族群 沒有耶 說到二二八 撕裂族群 都是中國人 台人 說到六四 就要紀念 要追思 要追念他們 說到二二八的支裂族群 網路又傳了一句話 你好好跟俗課 他說 以前的國民黨 人家說國民黨爛 我們只是聽說 現在說民進黨的爛 我們是親眼看見 你說有你還是沒你 有你還是沒你 有你 我跟你說沒你 為什麼沒你 媒體都他們家的 他當然讓你聽說 當然讓你看見 他在控制你的眼睛跟耳朵 如果這些媒體 都把國民黨以前的爛艙疤 挖出來給你看 那才是公平的 現在國民黨 多了一個死對手 就是民進黨 你說他是死對手嗎 不盡然 他們只是 我之前有說過嗎 日本摔角有看過嗎 他們只是擂台上的 兩種立場 兩種陣營的人而已 百姓只是台下的觀眾 現在的百姓都像現實 現實 現實 不懂我真 我自從來這裡 我只有聽你聽 小醫師都是有證據的 只是我講的 對啦 我只有聽最近 對啦 就是這樣 從從新到現在 我從來都沒有聽習 為什麼 因為真的證據 你看到的 好 來 我們來看 AIT 最近的新聞 長仔做你而已 有看到沒有 要在這裡自殘 有人說 民政府不要太開心 怎樣怎樣 我說真的不要太開心 那都是新聞 那都是新聞 但是我們來這裡上課 我們要有一個眼見 我們要有一個視野 什麼視野 什麼視野 美國有動作 日本有動作 韓國有動作 俄羅斯有動作 整個亞洲都有動作 我們要去看這種 國際新聞 不是上個月 整個月都在報選舉 上面人民調又超前 上面人又怎樣 不要去看那個東西了 我們看國際 我們要去 對這個新聞有敏感性 選舉後 不是 美國 艦隊 還會來 有沒有 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有沒有 你也去注意到這個新聞 表示我們的眼尖 打開了 我們眼界打開了 我們才會去注意這個新聞 阿不 美國順來了 來了 跟我什麼關係 對不對 跟你什麼關係 一點點點就沒有啦 一點點點就沒有啦 沒有全決定了 傳AIT駐日戰隊 李大偉說 沒有全決定 傳 美國在AIT 在台灣致殘 花了多少錢 沒有全決定 所以美軍進來 你都不要大驚小怪 我只能思考一個問題 美國如果在台灣海峽部署軍隊 打敗美國的最強而有力的方法 跟策略是什麼 你敢去想這個問題 你想美國怎麼可能敗 我在想說 如果美國敗它 它要怎麼敗 我們想說 美國怎麼可能敗 大部分的人會這樣思考 那我在思考的是 如果美國要敗它 該怎麼敗 對阿 可是 你覺得武力 美國會輸給人家嗎 美國會輸給人家嗎 不會阿 不會阿 還有F-35 我再考慮一個東西啦 如果整個台灣 已經被赤化了 內部都有 已經有內監了 而且在 軍事這一方面 在 軍隊這一方面 那如果美軍是只有單純 單純 這是稍微簡化 單純只有在台灣海峽 那中國跟他打的時候 美軍的背後就是台灣嘛 對不對 因為他在台灣海峽嘛 如果他串通裡面的人 再用武器從後面打 那才有可能敗 我是簡單這樣子想 就是說 撤凡這一邊的人 然後去攻擊美軍嘛 當然美軍那時候就亂了 說欸 怎麼 這個是 我的盟軍 還是說 我的朋友 台灣怎麼會突然打我 我現在是 純粹假想的啦 唯一的可能 只有這個啦 當然可能他的 部署 其他的軍隊 再進來 都有可能 我現在先把這個訊息 先放到旁邊去 我們來思考一個東西 假如明天戰爭了 你該怎麼辦 你如果想說 啊我要去搶物資啊 這樣 就毀了 就毀了你知道嗎 如果你說 我們明天戰爭了 啊我們知道明天戰爭 好我趕快去搶加油 搶物資喔 就毀了 整個台灣會失去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原來 受的大日本帝國的教育那個 自律的精神又拿出來 假如明天戰爭了 你今天做什麼事情 明天就做什麼事情 你今天上班 你明天就這樣去上班 每一個人的崗位都守好 因為戰爭是短暫的 因為戰爭是短暫的 戰爭是短暫的 沒像以前的 可以打三十年喔 現在是短暫的 所以你該做什麼 你就守好 如果你吃的不夠 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稍微忍耐一下 假如 假如明天有戰爭 戰爭會很快速 因為現在的武器很強大 所以戰爭會很快速 再來 戰爭的要點都是這個 都是斬首 現在戰爭都直接斬首了 直接讓你沒有辦法發佈 命令 發號施令 所以戰爭一定是斬首 從頭開始打 沒有再從尾部打 以前不是都是 兩邊的陣營 然後派人出來彈劾 看你要不要投降 不要好回去 開始兩邊開始攻 然後開始殺 現在沒有 我先 我先 尊甘培得好 尊甘千歲亭三會 都培得好 我要爬 對頭先跌下去 就定了 所以 明天假設明天戰爭 你今天做什麼事情 明天就繼續做什麼事情 不要有恐慌 我這樣說的明天 大論發 還是什麼 亮飯店都唱了 我現在是在做一個假想 我不是在散動說 明天怎樣 我在說一個假想性的 假設性的說 假如明天戰爭 狀態要怎麼去預備 因為有人跟我說 他在預備了 預備田 他要種田 他要預備 他要藏黃金 藏白銀 我說真的戰爭 你的白銀 你的黃金跟白銀也沒有用 因為不能吃 對不對 我的一根香蕉 搞不好可以抵你的 黃金 對不對 因為這個事情 我自己也是有一些預期 我們先把窗戶打開 有一點悶熱 我有一些預期 如果萬一 開這兩棚就好了 對 對 這樣 這樣 蘇惡已經被他 兩天而已 已經收掉了 收掉了 很快 我要說的是 我們 已經有一個高度 一個視野 有一個敏感度了 我們要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萬一 明天 那我們要跟周遭的 林社朋友 要跟他 安定 人心 有人已經跟我說了 說他在準備 準備什麼 準備買禪 買政策會 告訴他 城市如果已經 良荒了 那他那邊還可以 避難 還可以種什麼什麼 我跟你說 台灣現在是 密集發展的社會 不會說都市的人 都跑到鄉下去 然後 你那邊活得了 不可能 高麗菜要種多久才能吃 你今天種明天就能吃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 可能物資 稍微會有一些中斷 但是 你 不至於餓死 中共有打一顆子彈來台灣嗎 沒有啊 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啊 再來 再來 因為我 我有 預期說 萬一真的 未來戰爭會怎麼樣 那 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預備 怎麼去面對 我要問人 對不對 你知道要問誰嗎 你知道要問誰 你未來戰爭 你要準備 要準備 面對 台東 有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問什麼 我去問我阿嬤 他九十歲 他經過二禮拜 他經過二次大戰 他經過四萬多一塊 那種經濟大起大落 對 對 啊 你沒有經驗啊 你知道 但是你沒有經驗啊 我去問我阿嬤 他那有經驗 我以前就說 我去問我阿公 所以 我對他們的辛苦 中 學到一些寶貴的經驗 那個經驗可以幫助我們 未來在遇到同樣的事情 有一些參考值 我如果說四萬多一塊的時候 一棟樓家家三樓的喔 三樓透天錯喔 換一碗米耶 換一碗米耶 什麼意思 欸 你有一碗米 來 我這個老天爺給你換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那差多少 所以你一棟樓可以 可以吃 可以吃 在那裡用餅 用米粉做的廚 不然他有可能 但是 那個時候 一碗米 一碗飯值千斤了 非常嚴重 欸 四萬多一塊 如果 他們這段飛鯉的人 是全 中國這樣飛鯉飛鯉飛鯉 到我們這裡變成這樣 他現在做新聞 說 那是 日本要走的時候 把我們這裡的文章都半走 所以我們變成不好 還是什麼 他們是這樣倒邊說的 啊再來 我是怎麼會說 他們那 中國那裡飛鯉飛鯉 因為你去網路查 新疆省有一張鈔票 60億 面額60億 60億的鈔票 你上網搜尋 新疆省的 他們當年 一九四幾年的時候 他們在那邊 搞的經濟這樣膨脹很嚴重 所以不知道飛鯉飛鯉出來 走來這裡也是同樣 我們把我們的經濟弄得很糟糕 結果 這些 所謂的傳說中 國民黨爛的事情 我們都是聽說 可是 我阿嬤他們都經驗過 現在後一代的小孩 不知道國民黨有多糟糕 但是他覺得民進黨很糟糕 你覺得媒體誰在操控的 葛青 對認識自己開始 覺醒從認識自己開始 教他們要看國際 或是看台灣 因為國民黨 哪有糟糕 才是這個樣子 很糟糕 73年 國民黨交了 下一代 都是國民黨腦袋的人 所以很難脫離出來 除非你有新的東西 不過有人說 我們說這個不好 因為現實面 他們的力量就比較大 我要說的是 不說就真的不好 你不講 你不提倡 不倡導 不去做一些改變 就真的沒有救了 來 將有美籍人員與當地雇員合作為安 來 那個前天的新聞 AIT在這邊自產 對不對 自產 自產什麼意思 自產就是買房子 買房子 就是在這裡 有所謂的 美國的財產 買房子買房子 只會讓幾個人住而已嗎 你要知道 全台灣各地的美國學校 一直在蓋 你我家很近的 也蓋好了 那個 校地很新很大 美國學校在蓋 台灣的學校在收 台灣少子化 台灣學校在收 你知道美國學校是誰在讀的嗎 不是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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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樣的組織才可以蓋 不是說有很多人都可以蓋 台灣這些孩子不能蓋 外國這些人都可以蓋 外國這些人都可以蓋 就是你 澳洲的 澳洲的 美國的都可以蓋 詳細情形 私底下在問我 為什麼我會知道 私底下在問我 好 這 開始運作 這 美國不爽 中國 武動南海 摧毀小島沒問題 因為他在南海做了軍事活動 所以呢 摧毀小島沒問題 美國的一艘航母 一艘航母等於一個城市 等於一個城市 我們說開車是房車等於一個房子 他們一艘航母是一個城市 那個等於是一個島 這樣整隻曬起來 補給品 他的 食衣住行育樂 都要自己補給 你們去查新聞 你又知道 一兩年前 補給航母這件事情 已經在招標了 補給航母準備在招標的 表示 他是一連串的產業鏈嘛 除了油以外 食物要不要 對不對 電的 還是說 不一定要用電池 這也是核動力的 那個上面的那些消耗品 要不要 醫藥 那些食物 飲用水 等等 這些要不要 這幾隻 可觀喔 我們可以去注意那個新聞 誰招到標的 那個人有什麼背景 為什麼他可以招到標 這新聞要一層一層去撥開來看 因為他背後有很多的政治因素 有很多的資源在 在 來 這個是195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於領海的聲明喔 這是中國 他們關於領海的聲明喔 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和澎湖地區 仍然被美國武力侵占 這在說什麼 就是軍事占領啦 有人一直不承認 不想要認識 不想要面對 也不想要承認 台灣仍然被軍事占領中啦 但是這個是反方的證明啦 就是說 中國 是很敵對我們的 所以呢這個東西 證明了說他們的觀點 認為美國 是仍然武力侵占的 我們在說的是 美國軍事占領就是這個 他可以在24小時內 48小時內 軍事武力有效的 統領這個T區 就是軍事占領 不見得說 路上都要開著坦克車 開著汗馬車 那個才叫軍事占領 所以台灣人 頭腦是很特別的 我們 關在一個好像 有國家的一個社會狀態裡面 然後我們自己非常的高興說 看到那個 查連拜的吉亞 我們就很開心 啊國旗 唱著黨歌的國歌 效忠奇怪的對象 啊這很趣味的啦 這很趣味的啦 他說 他說 他說這裡嘛 他說這邊的水域 包括渤海 什麼 包括 高登島 馬祖 大小金門島 不好意思 馬祖跟金門是中國的 的確是中國的 我們不要以為說 那個叫台灣的 很多台灣人的觀念說 那個是我們的 對啊 然後還有他還講到 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傳播 未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許可不得進入 林海河 那個 林海上空 那這裡還有 四 以上的一二項兩項規定 原則同樣是於台灣及其周圍 澎湖 東沙 西沙 南沙等屬於島嶼 就是說 這些地方 國外的飛機和傳播 未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許可不得進入 啊現在美國不是進來了 美國是不是進來了 你打了嘛 中國那麼強大 經濟起飛了 你打了嘛 在法律上 中國站不住腳 這不是我們在講開心的 在法律上 他就真的站不住腳 我在猜啦 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他知道 他站不住腳 但是他沒有辦法下台階 對他 對他的人民沒有辦法 因為 吹牛吹太大隻 就怕一根針 你知道嗎 對啦 另外一個是 第一個是他知道嘛 可是他沒有辦法下台階 第一個是 他真的笨笨的 他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不是我們的 不是他們的 他不知道為什麼 這自古以來 他就覺得自古以來就是了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 他不知道啦 一種情形 他真的不知道啦 你覺得他有可能不知道嗎 不太可能不知道啦 所以我們現在 對這些東西在做分析 你就覺得很趣 你看 台澎地區 他不把它寫在這邊 他這裡說什麼 馬祖烈島大金門 大膽二膽 東頂島在內 都是中國的內海 三 就是說 國外的都不能進來 四 就是說 以上的一二兩項 所規定的 都原則 同樣適用於台灣跟周圍 南沙 南海 他為什麼要分開寫啊 你就瞎做好就好了嘛 你為什麼要分開寫 所以 我給這種東西 資料 因為你平衡時 你不會讀這些東西 我覺得 讀了新台灣論之後 發覺 台灣真的是一個 有很多秘密的地方 過去 我們很多資料都被掩蓋住 我們不知道 過去 是 蔣介石被人家踢出聯合國 結果 他跟我們說 是因為漢賊不兩立 所以他自願離開了 這兩件事有很大的差異心 對不對 第一個是 他說他是 跟中國漢賊不兩立 所以他自願離開 有骨氣 對不對 台灣人最喜歡有骨氣的嘛 結果今天我們看到他是被驅逐出去 那他就不再是有骨氣了嘛 他是說謊的嘛 騙人的嘛 我們被騙那麼久你氣不氣 不氣啦 氣什麼 人都死了 氣什麼 有人跟你說 氣什麼人都死了啊 都上天堂了 你怎麼知道他上天堂 搞不好下地獄咧 對不對 太平洋艦隊證實軍隊 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這當時 你給他看當時 7月8號 現在12月1號 五個月前 前幾天又通過了 前幾天又 也是通過台灣海峽 結果新聞 記者現在都會問喔 問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他們家的國防部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啊 官方一律說什麼 官方一律說 一切都在掌握中 這叫做官方語言啊 官方語言就是 讓你覺得說他有回應你的話 有回應你的問題 但是好像不找邊記啦 你知不知道啊 我們記者都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們都有在掌握啦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我們有在掌握啦 你看那個 普雅馬 車撞 撞一個 死了一個人 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 官方 官僚 的那種 心思態度就是這樣 有問題繼續開 有問題不解決 總會有一個認真負責 勇敢的人出來 結果他就變替死鬼 所以台灣環境 變得很糟糕 是糟糕在於 你誠實會受到處罰 你說謊掩蓋真相 幫助那些高官人 瞞天過海 你得到獎賞了 怎麼會變這樣 你做錯事情 你做錯事情 是因為 這個制度 導致你不得不做錯 你本來是要把事情做對 結果 這個制度讓你變了 你做的這件事情 這個行為是錯的 所以 你就會被 別人家攻擊 國外不一樣 國外是你誠實會得到獎賞 你說謊會得到處罰 我恰恰這樣說 華盛頓的故事 傳說 他砍倒櫻桃樹 他去 跟他爸爸認錯 他爸爸說 沒關係 他爸爸原諒他 好來 我有重新解釋這個故事 你有聽過嗎 有齁 對啦 我說我有重新解釋過 華盛頓 為什麼他爸爸會原諒他 你要知道 後現代 我們現在思維已經不一樣了 為什麼 華盛頓的爸爸會原諒他 因為他很誠實 所以他原諒他 對不對 以前我們的思維是這樣 可是現在思維不一樣 為什麼華盛頓 華盛頓的爸爸會認諒他 是因為他手上還拿著斧頭 華盛頓是青少年 所以他手上還拿著斧頭 你要想想看 後現代我們的思維已經不一樣了 跟我們過去的思維是不一樣了 對一件事情的理解有不同的觀點了 你能夠接受這個答案嗎 對不對 你想像一下那個畫面 當我砍倒櫻桃樹的時候 我手拿著斧頭 爸 不好意思喔 不小心斷了 現在台灣的爸爸說 看著那個波頭 喔沒關係 你很勇敢 你很誠實 先放下我們好好談 現在是這樣 我說的 以前 對同一件事情的理解 跟現代已經產生不同的想法 沒有絕對性的對跟錯 好 吳鳳 對 吳鳳公 他穿的紅色的衣服 然後 他是 那個 不要讓人家去砍頭 要禁止砍頭這個習俗 所以呢 就 他一開始是商人 然後幫助人 然後他就跟那個 他要砍頭的那個族群說 明天的什麼時候 有一個穿紅色衣服 你可以把它砍掉 結果他自己就出來 然後就被砍掉 砍掉的人就很後悔 從此改變這個習俗 這樣 對不對 結果才知道原來是虛構的 這個虛構的 竟然非常 變成一個歌功頌德 對 變成金 吳鳳廟啊 虛構的變成金 對不對 你覺得有行嗎 有行嗎 對不對 很行 拜那個人 拜那個人 有行嗎 還比較行 對不對 來 我們先不要說吳鳳 孫悟空有廟嗎 有沒有 有齁 在北海有廟嗎 有啊 天蓬元帥嗎 那不是虛構的嗎 那不是西遊記裡面虛構的人物嗎 那拜那個人有行嗎 對啊 中概就啊 蔣介石 殺那麼多人 現在不是也有廟嗎 拜那個人有行嗎 這樣台灣人當時也很生氣 什麼 我要說的就是這種東西 因為 我們沒有去正視 我們所信仰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即使它是虛構的 我們也覺得不在乎它真的有神 有靈 但是我們好像不在乎那是真或假 如果不在乎那個是真或假 他覺得有靈 真的 那什麼 什麼就不是了 有那個台灣人的那個信仰觀是很混雜 很多不同的流派的 很多觀念是不太一樣的 人死後變鬼 好的變神 然後人再來拜神 普渡再來拜鬼 變成那種奇怪式的輪迴了 靈是一定有 靈 靈 不一定啦 我想這個每個人觀點不太一樣 當然一個好的信仰會帶你 有一個好的思想 有一個好的行為 有一個點很好 但是如果不好的 我們要去思考 回來反省我們所相信的這個信仰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要去改革它 要去改革它 如果說不好的一直賣下去 沒有吧 你要知道喔 那種 ISIS 伊斯蘭國的那個 殺人 最近那個很有名那個 殺人可以殺 對 它那個是極端的教義才會變這樣 極端的啦 我們工廠有很多 印尼來外勞 他們都回教的 他們都很好啊 不要看他們說 在怎樣 所以不同的信仰有 都有很好的那些人 我們可以去認識他們 不是說 因為 ISIS 是太人 所以 全部的回教都是爛的 不是嗎 不是說 蔣介石 他說他信基督教 他太人 所以全部的基督教都爛的 不是這樣嗎 不是說 有一個佛教的 自拍什麼 什麼 性愛 什麼影片 然後 所有的佛教都爛掉了 不是這樣嘛 所以 我們觀念 稍微要調整一下 來 美國川普 簽了美國的 國防授權法 總統說了算 美國川普 是當今 政治行動力魄力最強的 目前我們看起來 歷年來的那個 美國總統 他緊咬著中國 這個貿易戰不放 逼他要 把一些錢吐出來 你來看 貿易戰 像在 壓力越來越大 級別越來越低 為什麼 因為 川普就認為你中國 就不想談了 你不想談 不想退讓 我就派小咖就好了 我幹嘛派那麼大咖 川普 的那個 的行動力跟執行力 會逼得中國 不得不回應 中國想說 我就不要插你就好了 有沒有 中國有什麼 有那個孫子兵法 有三十六計 有很多 很多招式 他也用在現在 這個上面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選舉也都是用這樣子的 深東及西 阿哥 什麼 一種 三十六計五 很多招式 裡面 有一種 假借他人之力 也一塊 反正你在選舉的場合裡面 都看到這些伎倆 為什麼 因為台灣大多數的人的思維 都還是很 Chinese style 中國式 中國式的 那些東西 我們看到 國外的東西 我們都會 從 我們所受的教育的觀念去理解他們 這個難免啦 但是我要講的是 國際的局勢 不是 小的 國際的局勢 它有很多的考量 但是我們可以掌握一個大原則 假設 台灣真的被中國統一了 被吃掉了 假設 那 中國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區 就有一個突破口 北 日本 它可以抵制 南菲律賓 整個南海都可以被它所控制 整個 東亞地區的所有資源 包括海洋資源 陸地上的所有資源 都被中國控制 請問 美國還能做老大嗎 可不可以 它的艦隊可不可以隨便進來 不可以喔 無論美國再怎麼自私 無論美國再怎麼自私 它也真的不管台灣人死活 沒關係 但是台灣這個地理位置 非常重要 為什麼二次大戰的時候 美國跳過台灣 然後用跳島式的攻擊方式 然後去直接打到日本 因為那邊是頭啦 台灣是什麼 是一隻強壯的右手啦 你要先打頭還是打強壯的右手 先打頭啦 美國那個時候 如果說先征服台灣 我跟你說打不掉 它的傷亡會很大 你現在早期二戰的時候 它的補給線會變得很長 你從美國本土到夏威夷 到關島等等 這個補給線會變得很慢很長 所以你整個跳島戰爭 那個 硫磺島先給它攻下來 把補給線都給它 琉球給它攻下來 就是沖縄 攻下來 阿貴一直打去 打去 那個廣島長期先投兩顆 要不要投降 投降 波士坦軒炎 依照那些東西慢慢的寫 條約 你這樣來看我們的條約 看我們的歷史 就會有一個脈絡跑出來 好 阿這在說什麼 他說習近平不再是朋友 他說阿你會上批評中國干預美國選舉 你想說美國選舉 中國怎麼干預 中國的資源 中國在那邊買的新聞 在那邊買的人脈等等 就動用這些資源 去做一些干涉 阿他 川普會不會生氣 我想要連任 阿你來幫我拿比賽 所以川普當然就會 日本艦隊 也來台灣 那天邊弘胎的事情 日本艦隊 日本艦隊 阿這個 日本 跟 美國跟日本 軍演 在 這個是 十月喔 十一月喔 今年喔 就是上個月喔 軍演 我們會 平常的人會去注意這種新聞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平常是我們都不會去看這個新聞 台灣人都看什麼新聞 看哪裡可以吃 哪裡出頭 哪裡大拍賣 哪裡比較好玩 哪裡有折扣 下去哪裡 台灣人不會關心這個啦 不怪他們說 全球 國民 國際關 最低落的 就是 中國 印度 台灣 三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 中國 印度 台灣 為什麼沒有 國際關 為什麼沒有這些東西 語言是其中一個因素啦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如果是被打壓在低層的話 你光求生存都來不及了 怎麼會去關心到所謂的國家大事 關心到所謂的國際大事 不可能啦 現在海洋垃圾那麼多 我們會關心嗎 不可能啦 我們又沒有住在海邊 對不對 也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啊 飲料杯一樣每天在喝每天在丟啊 吸管每天在用啊 又沒有影響到我們 看到那麼 那麼髒的海洋 那麼多的垃圾 心中突然間感到 有一點點羞愧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感覺好像 對地球很殘忍的那種羞愧感 然後 下一秒鐘 我們又再注意 哪裡有好吃 哪裡有好玩的 我們根本就不在乎這些啊 說到這裡 網友就說 你民政府講那個幹什麼 也沒有用啊 誰能讓我吃得飽最重要嘛 對不對 現在台灣人是這樣 什麼人做都一樣 可以讓我吃肉最重要 對不對 對 對 阿豬也是豬也是這樣說嘛 什麼人都一樣 我吃得飽最重要 對 吃飽就準備怎麼樣 準備好台了啦 準備好台了啦 要做一個有台下的人嘛 不要說什麼都一樣嘛 就是不一樣 你不才要選擇 對不對 阿如果說 如果都一樣 應該是不用投票了嘛 對不對 都一樣你幹嘛投 就不需要投啦 都一樣你就直接 統一任的市長縣長 都讓他一直連任 因為都一樣嘛 犯人都一樣 那你就讓他連任嘛 就做到死嘛 就是不一樣你才要選擇啊 來 他這是 你看到叫美國國旗 這是日本的 日本的那個 那個軍旗啦 欸 兩艘艦艇耶 突圍 美國 美日軍艦 在中國海 舉行聯合演習 欸 啊 美國不是中國 日本不是中國 都在中國海 舉行 軍事演習 是實戰的軍演 欸 你中國怎麼沒有出來 演一下啊 中國 你不是說 中國海是你們家的嗎 你要出來演一下啊 人家在你們家 人家在你的門口那裡演習 齁 拿著刀槍在那邊實戰演習 對啊 你怎麼不出來講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站出去怕被你砍到啊 所以我不能站出去啊 我怕出去 怕站出去會被你打到啊 不能站出去啊 所以 我們來講齁 美國啊 從 二次大戰到今天 還有沒有參與其他地方的戰爭 美軍喔 有沒有 二次大戰結束到今天喔 有沒有 有嘛 韓戰嘛 越戰嘛 啊 伊拉克 歐洲什麼會 有的 我哥哥 科威特有啊 都打過了嘛 對不對 啊 中國解放軍 除了23以外 古林頭以外 到現在 他跟誰打過仗 有林心的啦 印度啦 林心的啦 好 啊 以經驗來說 美國跟中國 誰的經驗比較多 美國嘛 對 啊 以 戰力來說 美國跟中國 誰的比較多 誰的比較強 美國啊 為什麼我會說美國 你Google 你自己搜尋 戰機 還是 對啦 戰鬥機 戰鬥機 殺肉場啦 台馬場啦 美國有一個山巫 你的空造圖看得對 有一個山巫 那些 退役的那些 戰機的殘骸 都拉到那邊去庭放 整個沙漠 什麼意思 就是說喔 美國 最新的武器 都打完了 都用完了啦 台馬場 突突出來 走走的 又我就跟你打了 這樣你了解嗎 還是說 我用台馬場 來跟你一隻換一隻 這樣我怎麼換得贏 但是你要知道喔 政間起來 什麼人最衰 對不對 建地那些爬生 他在我們這裡打 咳下去拔到 撞到 撞到我們 所以有人說 要打 比較旁邊的 台灣海峽 過去一點啦 不要在我們這邊 過去一點 不然我們還要重建 很麻煩 美國有很多新聞 美國他有 我們現在看了美國 你看了美國 跟我看了美國 都是美國 可是我們看到的 美國可能不一樣 有一點像盲人摸象 你看到的是腳 我看到的是頭 所以有一些新聞 發表出來的時候 你也不要覺得說 美國的立場 全部都這樣 新聞是經過簡化 因為它要很快速的 讓人家知道一個訊息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 那一件新聞事件 比較完整的原貌 你要去讀它的內文 而且從不同的來源做比較 這樣你才能夠 把那個事件的原貌 比較完整的拼凑出來 所以你說什麼 CNN說美國 國防部拒絕 派陸戰隊進駐AIT 進鎮 進鎮的新聞 沒說 進鎮的新聞 拒絕嘛 之前的新聞是這個 有美籍人員 陸戰隊進駐AIT 之前的新聞是這個 吵得很大 後來的新聞就是說 CNN說 巨派進駐 那到底有沒有派 有還是沒有 來 我跟你說 有沒有派跟你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吧 各位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啊 他們要派不派 還是你我可以決定的嗎 不是嘛 但是它是一個訊息 我們只能知道說 AIT 可能 可能會駐 陸戰隊的 一開始我們看到的訊息說 都有都有 後來 些人又說沒有了 這個新聞是什麼時候呢 這個新聞是9月14號 9月14號喔 今年也9月14號 2018 9月14號 現在12月1號嘛 所以就是3個月前 3個月前 3個月前 來 這個新聞是 4月10號 今年也4月10號 中國說 東海動作頻繁展現軍武實力 針對美日若干涉武統台灣 干涉 我們聽不懂 一叫我下 前南軍軍區副司令員解放軍中將王洪光表示 美軍靠現有兵力 不敢與中國在第一島鏈之內交手 在我近海 中國不懼怕任何力量 不給美國日本留有調集重兵的時間 他的新聞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 當中國要武力統一台灣的時候 在近海 我們中國不害怕 而且我們不留給美國跟日本有調兵的時間 調重兵的時間 中國立場喔 所以他宣稱什麼 在 在 那個 100小時內 攻下台灣 中國的 中國的 意思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 郭文貴啦 他說 中國落到台灣 美軍一星期內搞定解放軍 誰對誰錯 一百小時 一百小時啦 一百小時大概四天五天嘛 他 美軍一星期 哇 中國搶先了咧 對不對 我們看看 中國一百小時咧 那個美國要搞一星期那麼久 對不對 來我們再來看這個 敏感時機 敏感時機 叫什麼 10月16號 這個 科學研究船 湯瑪斯號 然後 停進來海港 這研究船而已 他有什麼 這研究船而已 他剛才這個 你注意看 這個 10月16 10月16號 10月16號 你看這個 10月29咧 這軍演咧 不就已經再來 來台灣海峽了嗎 你中國不是說 不給美日 調軍隊進來 人家已經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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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國不就打 快打 不好意思 我直接已經挑釁中國 兩三週了 快打 有人分析 有人分析 中國只要沿海一打 他從 那個飛機就停飛了 你在戰爭你放 你物資進不來喔 物資進不來的時候 他那邊 自己就 開始要搶物資 搶物資 醫療啦 食物啦 然後就會混亂 那他內亂的時候 他自己也很難 繼續打長久戰 然後呢 有可能 我看一些分析文 有可能 廣東先獨立 我沿海很多東西資源我可以先進來 我先獨立 福建獨立 上海獨立 以自己的解體啊 以自己的解體啊 其實 中國太大了 稍微分一下會比較好 好 他說 若與中國解放軍發生衝突 最慢一星期內 美軍就能擺平 一星期啊 所以我剛才有說 萬一明天戰爭 你再難過也只有一星期 但是 如果流亡政府繼續在 是好幾輩子 痛苦好幾輩子 你要一星期還是要一輩子 我跟你說 當然我不保證嘛 我怎麼沒有辦法保證說 美軍來台灣會變怎樣 日本回來我們台灣會變怎樣 可是再怎麼說也比現在還好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知道喔 1895年 日本接收到 大清帝國所割浪的台灣跟澎湖 那時候的台灣澎湖 是沒什麼建設的 有人說什麼鐵路 什麼流民船有沒有 那種東西是沒用的 整個鐵路是重做的 全台灣的鐵路是重做的 而且日本時代它的 建造能力 公共建設啦 公共建設的建造能力 阿里山可以鐵路開起 厲害嗎 有厲害嗎 因為我們把鐵路開的開起 有人說啊 因為它殖民你 它要那邊的資源 所以它要做這個事情 殖民是一件事啦 但是它有沒有教育你 有吧 它有沒有滅掉你的母語 沒有耶 它如果滅掉母語 我們現在不會說 現在這個月了耶 它是開放態度的耶 它還把你的母語留下來 用五十英幫你煮下來 你如果上網看 上網看有一個叫做什麼 台灣人文豐治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本書在記錄 台灣的習俗 台灣的語言 連那台語的 這個 我們說不會拍話 它都給你記下來耶 你覺得 你覺得拍話為什麼要記下來 因為那是你的古言 它給你記下來 不是說不會拍話很好啦 但是它保留你的語言啦 國民黨來不是呢 你那個是低俗的 你要學我這種 有捲舌的 這是高級的 對不對 啊你的客家 你的何樂維 你的 那種 那什麼 高砂族的話 都是 都是什麼 方言 我們這是 國語 原來是方言 所以 你的語言就是被 抹殺掉啦 對不對高砂族的 對齁 所以 我 從小到大 我進入到那個原鄉部落 我都會想辦法去學他們的語言 因為我覺得聽到那種語言 好像 進入一個新的世界 進入一個新的思想的世界 新的文化的世界 因為這種語言 只有你們這種人 這種人 好像聽起來是罵人 就是你們這一群人在講 你們有你們的思維 你們有你們的文化 你們的語言裡面有優美的東西 所以我去阿美族 問人們說 你們某一句話怎麼講 他就跟我講 我也學了幾句 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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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 欸 昨天耶 語言有那個韻律耶 那一陣 在追小姐 就問說我愛你怎麼講 他就叫我 我聽起來 很感動耶 也沒有追到 但是學了一句話 我要講的是什麼 每一個族群 他有他的語言跟文化 好好保留他 不要用政治力 整個壓迫性的 把你的根都除掉 可是我們過去就是 經過國民黨做這件事情 可是現在年輕人說 這個只是聽說而已 可是他也不知道 他們已經變這樣子了 國民黨對台灣人做的這種 文化剷除的動作 很深 很深刻 很深刻 很高興他跟他講年輕人 他不理我 對啊 對啊 可是他很高興 因為他講到的 我想讓他叫你深刻 因為我們說很 我們就是不許講 能說 台語這種 時代 我們被禁止的時代 我 不只是這個深刻而已 我還被懲罰 我沒有排排 我跟妳講 我那時候排排 你排排 你還算古早排 我這個比較新的 我這個 你講台語 我講台語 把台語拗過來 拗著中文 你知道嗎 打到就在 怎麼把它轉 轉不過 你真的要所懲罰了 去後面半蹲 後面就半蹲 提水桶半蹲 所以現在那個健身 不是在做深蹲嗎 我們以前都在做 結果 結果 我們半蹲 我們九位 又跟平平都半蹲的同學 在旁邊說台語 反正我們都被罰了 我們就繼續講 對不對 老師說不許講 拿一支粉筆 咬在嘴巴裡面 不可以吞下去 我是受到這種懲罰 就一直流口水 因為你含東西 搞不好下課才吐出來 然後就很難過 這種東西 今晚有可能發生嗎 因為老師也用個系 以前是這樣子 以前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後來才知道 我後來才知道 這個老師 他就是中國難民的後代 這個老師 他就說 然後他們有資源 他們有背景 我以前也有說過 我後來才知道 老師 也在講政治語言 什麼叫政治語言 因為以前有好幾排 對不對 一般有大概五六十個 一排有大概七個 還有六個 然後有大概八排這樣子 然後 老師就說 第一、二排 是實力派的 我們聽到實力派很高興啊 我們都實力派 第二、三、四排 第二、三、四排 是那個 那個什麼 能力派的 我以前都聽不懂 這是什麼意思 有一次我科學 科學後 我看旁邊那個能力派 科學修圖 他拿一張出來 對答案 我說 你搞這張 他說 我們去老師家補習 昨天晚上做過這一張 他是把考卷幾題改掉 其他都一樣 然後讓他們做 你做完之後 你就背答案就好了 他就照著寫 原來實力派的就是沒有補習 都靠實力 能力派就是你很有能力 你有錢去補習 叫做能力派 所以小學就教你這種 作弊的方法 小學呢 你長大你會做什麼震驚的事情 不可能 後來我知道 為什麼我比較特色都科學人 人在玩 我也對人玩 奇怪 變得特色的時間都一樣 他玩我也玩 結果他考得比我好 然後我就覺得我好像比較笨 其實不是 人家有補習 有補習 對 所以 所以 孔子 就是第一個開補習班的 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這樣講 因為他開詩俗 我現在在講的是 大中國文化交給我們那一套 我們要反省 以前不是說 三十而立有沒有 一個人 三十歲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頂天立地 在那個社會上為人處事了 我說的是古典派的說法 後現代我待會再解釋給你聽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少了四十的時候 對事情的看法 就比較沒有困惑了 比較清楚 因為有理性 你有邏輯的發展 你就覺得事情看得比較清澈 比較懂事理的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之天命 五十了之後 就知道你的人生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大概有什麼事情你不會去做 什麼事情你會去做 你知道你的天命是什麼 你應該這個被子應該是做什麼事情的人 你就會 你就會知道你的 你的人生的使命跟目的 六十而耳順 什麼應該六十而耳順 六十而耳順的意思就是 你到六十歲的時候 所有人的建言 你的心很柔軟 人家給你的建議 你都可以聽得下去 耳朵是很順的 人家講 建議你都會被你採納 或者是 你會很誠懇的聽人家 七十是什麼 不是七十才開始 隨心所欲不躍舉 對不對 你做什麼事情都不會 越過那些規矩 以前就是這樣理解 高超的境界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這樣 三十而立就是說 孔子在講課的時候 你可以站在後面 站著 站在聽課 你給我三十塊而已 三十塊錢的 你就站著上課 事實而不獲 就是你在考試的時候 跟你講解題目 讓你對題目很清楚 你沒有疑惑 五十之天命 你可以 你如果繳五十塊錢 你可以知道 明天的題目的名字 明天題目的答案是什麼 六十而耳順的 是說老師在旁邊 跟你提示答案 現在新的理解 是變成是這樣子 我告訴你 後面這亂不說的 但是我說 新時代年輕人 對古典的東西的理解 是不一樣的 好 我們現在再回到正題來 回到正題來 我們看一個新聞的時候 看一個新聞的時候 美軍一星期搞定解放軍 跟解放軍 100個小時內拿下台灣 這都是一個新聞訊息 我們要放在一起看 放在一起分析 才知道它是真還是假的 但是 都不會太久 這就是像我剛才說的 假若明天台灣台海發生戰爭 我們不需要慌張到 好像是節末日 你今天去做什麼 明天就繼續做什麼 今天是什麼樣的日子 明天就是什麼樣的日子 照樣生活 要穩定社會秩序 這是民主進步黨的決議文 因為他們早年 早年就是1999年 1999年發生什麼事 921大地震 1999年 他說台灣 因為1992年的 國會改選 跟1996年的總統直選 已經事實上成為 民主獨立的國家 這個東西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確立一件事情 叫做 請問台灣是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那獨立紀念日是哪一天 這個問題你就留著 改天有人跟你講說 台灣已經獨立了 你的人問說 請問獨立紀念日是哪一天 他就留著 他就留著了 他如果真的回答出來 就是1996年總統直選的那一年的520總統就職那一天 就是獨立紀念日 第二個問題 你再問我 請問你從哪裡獨立出來 他又再留一次 請問你從哪裡獨立出來 如果說 有幹嘛獨立出來 我就是站起來就是獨立 就這樣子而已 好 你再問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請問1996年的520那一天 假若是獨立紀念日 請問1996年的519那一天 台灣是什麼狀態 我現在說的都是邏輯 你再問 你再問 如果有這種人 你再問 因為 這種東西都沒有辦法去確定一個時間 情感式的用語 或者是自己 發想式的想法 都沒有辦法確定一個時間 我們可以確定一個時間 是什麼 1945年 9月 10幾日 9月10幾日 9月12 那一天 以前 你的日本的時代的戶籍藤本 有登記戶籍的人 以及他們的後代 我們 我們可以追得到的 這就是時間點 戶籍藤本是文件 法律性有效力的文件 這個我們在說的就是 理性 法律 不是在說我感覺得 這就是我感覺得 已經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的國家 我們再問 請問 這個國家的名字叫什麼 叫 中華民國 就到了 1912年得已經有了 你到1996年才變成一個國家 你知道嗎 我覺得台灣人的腦袋裡面是混亂的 很多的概念竟然融在一起 然後 是很難抽開的 所以 如果 腦袋裡面那麼多混亂的東西 沒有把它解開 就會一直持續混亂下去 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對 總算說了良心話了 來 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 與一國兩制不適用於台灣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告訴你 後面這個是廢話 這個東西 後面這個要成立 這個要成立 你把台灣這兩個字改成中華民國 就成立了 因為他們的主張是兩個中國 所以你把台灣改成中華民國就會變成 中華民國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 與一國兩制 根本不適用於中華民國 這樣了解 台灣是中華民國嗎 當台灣是中華民國的時候 等於把台灣送給中國 所以大家一直在抱著這個政權的大腿 一直在投他的票 在參加他的選舉 就一直在跟中國說 我們是中國人 趕快來同意我們 我們是中國人 是這個意思 大家傻傻 民進黨還不把這些東西點不破 為什麼 因為他桌掉 就死掉了 當我們批上中華民國 當台灣批上中華民國的那個體制 那個東西不放的時候 意味著我們承認中國所說的一切 因為中華民國等於中國 那個體制是一樣的 我再轉換更簡單的名稱來 更簡單的例子來讓你理解這件事情 我拿蘋果電腦 那個logo 那個招牌 我拿那個招牌說 印在我家自己做的 3C產品上面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自己印了怎麼不可以 可是我自己做的喔 我沒有經過蘋果公司的認證喔 我賣出去說這是蘋果的 可不可以 不可以喔 為什麼 因為我侵權嘛 侵權嘛 啊我們今天就是侵權了 你拿中華民國的體制 選舉 選到的總統 要向中華民國的憲法 案例效忠 然後你跟全世界上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你不是說話嗎 你就直接說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等下 你為什麼還要再繞過台灣 再回到中華民國 因為他在騙台灣人說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當我們死抱著 中華民國不放的時候 就會死 我們不知道這個東西 都所謂的年輕人也不懂這種東西啊 講給他聽 他又覺得你是老人 他沒辦法 沒辦法啊 台灣陰陽氣一個中國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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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樣不知道在說什麼 你說中華民國陰陽氣一個中國的主張 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 受與中國併吞的藉口 你就看有這句啊 我們為什麼要揚氣一個中國的主張 全世界就只有一個中國不是嗎 為什麼要揚氣這個主張啊 一個中國就是你們家中國嘛 我們家不是中國嘛 這樣怎麼這麼難理解 沒有嘛 但是他們就是在說這個 你看看 之前不是大學生在為立法院嗎 對不對 大學生在佔領立法院嘛 他為了什麼 服貿貨貿嘛 對不對 你看服貿貿貿就在這裡啊 這邊 經貿貿貿貿合作建立和平架構 經貿就是E 合作就是C 架構就是F ECFA 以前就準備好了 1999年就準備好了要簽的啊 那大家在翻什麼 我都看沒有 我們都看沒有 好 主權獨立與自主是國家安全 社會發展及人民幸福的前提 是嗎 台灣地位的正常化才是社會發展人民幸福的前提 國際地位不正常 我們就不用去談論什麼什麼和平幸福 為什麼 因為 沒有台沒有錢人就是一直在威脅 沒有台沒有錢人就是被武力在威脅 你有沒有聽過 中國 不排除武力解放日本 你沒有聽過嘛 為什麼他說我不排除武力解放台灣 因為那個不正常啊 我們就是不正常啊 如果我們是正常的話 他就不會這樣了 再轉換一個簡單的例子 某一個女生很漂亮 她是有夫之父 可是我問她你是不是單身 她又不表示 我覺得她很漂亮我想要跟她交往 她就會送花送糖果送什麼 可是她接受到這個東西就覺得很開心 好像自己是單身 可是她有有夫之父 這種關係就是曖昧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就是曖昧 你曖昧就是模糊 模糊就好操作 模糊在政治上就是很好操作 這就是我講的嘛 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 她在他們的眼中 我們不是中國人 所以她才要把我們中國化 她覺得我們是日本人 所以就用黃民啦 黃民的說法 會從這些高級中國人 流亡來台灣的難民說出來 郝博春他們就說這種話 好不好 這幾年 35 35 1946年 1945年就要結束 12月25 開始軍事占領 到幾年 他們就開始要做這個動作 就是做這個動作 啊 做這個動作要創三回呢 來我們來看 他們以前的郊宅就都這樣 郊宅就是都說 用台灣人啊 有沒有 變形 我們想說 關雲長變關老爺 關帝爺 經過幾千年變形 啊蔣介石變形 經過50年的變形 啊 啊你還在拜 蛤 你還在拜過 沒有喔 沒有嗎 沒有喔 你都走得累過 你不知道 有沒有 小時候沒有 排路對 看起來走得累對不對 啊沒有 唱他們的黨歌唱了 向國父 國旗 寄國父遺相 行三十公里 有沒有 一十公 有沒有 我們小時候都這種的嘛 有怕累過嗎 這也是一種禮拜 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 尊敬 沒有啊 那時候順領三四啊 也是在尊敬 這也是嘛 啊為什麼叫他炒頭啊 是怎樣 不是 那是諧音 唱 超頭啦 超頭啊 超頭啊 唱 唱上面是臭嘛 對 超頭啊 超頭啦 就是那個來的啦 我想說他就扛頭啊 沒有 怎麼爛了 他有在炒頭 啊這就是我們過去啦 台政 台政一年就是 他們島民國一年啦 啊台政到十五年之後 接交和啦 但是那是 中喔 十五年中喔 接交和 啊所以 我們台北人都是交和 交和出事的 我們這些人 啊台政交和 這是峰堤 這是有峰堤 比較有霉堤 有峰堤 就用霉堤堤 那霉堤堤 用霉堤堤堤 我們叫出一個 我們說做 那個 或是說他們的小蝦 峰堤的小蝦 有峰堤的所在 有國家才用霉堤堤堤 齁 啊這個民國 他如果用民國累積 在笑死人 民國是對一個王 還是對一個峰堤 人家在記 你幾年幾年的歷史 應該要用公圓啦 你用民國 就是你頭部裡面 中華民國人 他說是共和 但是他頭部裡面 就是峰堤 你知道嗎 啊峰堤 沒有什麼不對 才對啦 有軍王 有峰堤的國家 他就是沒有民主嘛 怎麼這樣 沒有肉 英國咧 對不對 英國不是最好 所以我們這種 屬性 有時候會聽到說 聽到過期說 絕對會對到不對 或是黑到白 我們有時候會 調整不過來 我們來看這個 用那個 台政這個名字 就是峰堤 峰堤的那個 那個 國家比較有這種東西 啊 以前就是本土人 雷地人 外國人 喔 本土人 雷地人 外國人 啊 又婚夫婦 這樣 你看這個雷 有沒有 這就是 以前把我們去這個 嘉南 嘉南遵告 就是 灌溉啦 因為它喔 我們整個嘉南邊 旁邊緣就是政党的成長的樓益很大 因為台灣的成長樓益很大 吃米的成長樓益很大 所以可以供給我們的祖國無國 有很多的物資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做供給的 跟整個內地的武力加起來 變成亞洲之虎 我們其實變成亞洲之虎 所以 美國很怕我們跟日本加起來 所以在教育 在這些東西都把我們切開 還派這個抄桃子來 把我們露燃 小鬧鬼 我們整個都拜托 所以日本 在日出世界大戰 他所拍的這個政政策就是 那顆兩顆元主堂 拚了 所以 要去重建 整個社會改變 跟他的憲法相改變 變化 我們是什麼 我們就是變老賴了 在那些稅金一直挑挑挑挑 到現在還要再挑 我們說台灣人民就是提款機 挑嘛 海地 來的挑 60億 你知道海地什麼人嗎 你去看 古金山和平教育 裡面的那些國家 如果有來的我們這裡 有建構的 跟他們台灣民國有建構的 如果稍微拎一下 就有些錢 可以幫他們 援助的 那些都是由我們挑過的 我在看這些名單 我覺得很出味 美國跟台日本在國前 前後美國是主要怎麼看國 其他那些藍山國家 是在對賭 是在對賭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他們在對賭 也很會在簽 像古巴 或是說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藍利酒的國家 他們在對賭 啊 我們可以去那裡拍他們 他們在對賭什麼賭 他們賭到什麼利益 我在想這個問題 後來我看到海地 這樣 原來 我 我猜一個雷 但是海地 就把主要 減少要看國 插 插 我現在沒錢了 我去台灣找那個 我小的 中華美國 找他 跟他講一下就好了 他就拿 他就贏錢贏出來 就給他這樣 贏錢贏 贏 為人民賭 事贏 美國的政客 他買賭武器的 買賭軍事武器的 買賭哪裡 我這奧國的呢 苏聯沒有可能給我們買 後來也不可能給我們買 買哪裡 啊 我們小吃 在台灣 你買他就好 他都要錢 幫幫幫你 誰買 我們買 誰在贏 他贏 所以 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在賭這個利儲 世界体制的 政政政務 政務 政務 我們不知道 啊你說 欸 國民黨官員很好啊 以前還有 經濟起飛有沒有 股市上萬點啊 對不對 他的經濟怎麼抹得很好啊 民進黨抹了總變成賣的 你覺得是這樣嗎 你要知道 經濟好 那時候的經濟好 頭前是什麼 是四萬塊一塊 我告訴你 我要補兵責 怎麼補 把你家所有人的錢都寬來的那些家 我定本 這樣就是經濟起飛 我寬來的時候 回到零了嘛 回到原點了嘛 我們定來 這樣就是 四萬塊一塊 這樣就是經濟起飛 因為不能再加了 你如果說 喔 這樣是經濟 那不是說美國 美國完祖 為什麼美國要完祖 因為 他要協助 戰地 重建 現在 他要幫助 伊拉克重建 他打掉了嘛 打掉了嘛 打掉了嘛 把他頭打掉了 幫助他重建 這就是美圓 美國援助啦 美圓 所以我們如果 不知道這點 我們沒有了解這個東西 我們 看 東西 便會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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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較後面 看 看這個啦 他叫五一年 聯合國有這個難民地位公約 他叫四九年 他們就流亡了 所以呢 他們就有這個旅行證 旅行文件 難民都是用這個 這有歷史記載的 這是建古 我們現在說的就是 歷史記載 他們是難民 他們有建古 因為他們利用地位公約 你說一九五一年 這一九四九年 他這有什麼 他依據一九五一年 七月二號的公約 七月二十八號的公約 所合發的旅行證 所以他們就是難民 我們在說他們是難民的時候 不是在把他歧視 不是在把他努力 是在基礎說 他們這個人有一種身份 離開他們的國家不得意 才會把別人的負責叫做難民 我們是難民是因為這張 因為這張 讓我們可以 住民可以參加 中國議會的議員 參政 參加國政 所以我們變成新民 我們說我們是 日本人是因為這張 你說這不好 你不就要有另外一張說 我出銷頂頭那張 這樣不才不好 否則法律的東西 是全部下去就有效 無論你有聽到還是沒聽到 這樣你了解嗎 我法律全補下去 那個效率就是 一行 在所有 這個 法律可以騙擊的 這個領土 那個主權的環圍裡面 就都有效了 我法律一個命令 說 社會以後的孩子 讀書不用錢補助 敢說沒聽到就沒補助 沒有吧 那法律就是有效 好 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去講到這裡 我們問大家 台語比較熟 這樣 互相交流 我們不了解互相交流 啊 自我重新 我們自己 會我們說 不一樣的領域 的領域 好 謝謝大家